古惑仔冷知识 陈小春曾在节目中说 古惑仔第一部只拍摄了7天 加上制作也没超过15天 当时没人看好这部粗糙的电影 但是在上映后 却斩获千万票房 兼致王京马上开始筹备第二部 在剧本都要边拍边写的情况下 古惑仔2也只拍了14天 斩获票房2200万 在拍摄古惑仔3之手遮天时 扮演乌鸦的张耀阳 其实非常抗拒脚彩关公相的这一段戏 因为他非常崇拜忠义无双的关羽 但是导演一定要加上这个镜头 所以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拍下去 在拍摄结束后 全组演职人员集体给关公赏箱 而张耀阳则回家做了好几篇噩梦 被吓得连续吃了三个月的素 编剧文君曾在博客中透露 陈浩南这个角色 其实首选是当年凭借 《包青天中》《玉猫展昭》这个角色 红透整个华语地区的何家劲 但是由于档期问题 最后选用了王京推荐的正一件 古惑仔第二部 以陈小春饰演的山鸡为故事出现 是因为在第一部爆冷大麦后 制片方要求立马开拍第二部 但这个时候的正一件 已经签约其他戏 正在外体工作 留给古惑仔二的只有几篇档期 于是权衡之下 王京决定修改剧本 让陈小春做主角